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早上7點就起床準備出門 感覺今天片比較冷了 歐洲早晚文差很大 出門真的要多穿件外套 現在搭著公車準備去 肯興頓大姐吃英式早餐囉 沒想到來到寇特英式早餐店竟然沒開 明明事先有先查好的 只好走去下一個景點囉 海德公園 位於英國倫敦的西敏市 是倫敦最大的皇家庭園 也是一級登陸公園 位於白金漢宮的西側 海德公園很大 被九區湖和長湖分隔成兩片 湖的西邊是肯興頓公園 這裡有很多天鵝在湖上自在悠遊 岸邊也有鴨子在路上禮貌 有的還會一起握在草坪休息和大盾 真的好可愛唷 而且這裡的天鵝感覺都養得肥滋滋的 又不怕生 湖的另外一頭是肯興頓公 是戴安娜王妃最後居住的皇室公殿 能居住在這裡享受大自然的美 真的好幸福喔 是維多利亞女王為了紀念1891年去世的丈夫所建的 據說花了十年才建造完成 繼續往前走沿途近是翠綠的樹木和草地 看到好多主人帶狗狗來這裡溜達溜達 哇 前面有好多狗狗喔 仔細一瞧有柴犬葉 是體型比妹妹大的柴犬 也是我們在倫敦遇到的第一隻柴柴 往前走遠遠看到第二隻柴柴 這裡空氣新鮮乾淨又舒服 難怪吸引不少居民和遊客來這裡逛逛 海德公園裡還有著名的騎馬道 我們很幸運有看到迅馬人在這裡騎馬 騎馬道兩旁聚目餐天 好像騎在綠色隧道中喔 海德公園真的太大了 約大安森林公園的5.4倍大 我們只能短暫停留幾個小時 就得趕去下一個景點了 這邊是劈頭室 這邊是劈頭室 以錄音室路口出外的愛比路斑馬縣作為封面 從1969年開始 愛比路成為倫敦的一個著名旅遊景點 吸引不少喜愛劈頭室的遊客來愛比路朝聖 大英博物館 是一桌位於英國倫敦的綜合博物館 也是世界規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館 成立於1753年已有200多年的歷史 是來倫敦自由行必去的重要景點 而且路內參觀是免費的耶 館內的收藏品有800多萬件 實際展出過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必看的鎮店之寶有埃及木乃伊 還有安夢霍特普山式雕像和羅賽塔石牌等等 沒想到在大英博物館會遇到認識的人 看到那一刻還懷疑想說奇怪我不是出國了嗎 又不是在逛東區 原來他們一家人正在歐洲自由行 真羨慕他們可以玩一個月 有事先做功課歐洲買JoJo Amani彩妝 要在倫敦買會便宜很多 而且會比原產地法國還便宜耶 只能說化妝師看到彩妝和需要的工具 真的會私心瘋 我就在這賣了不少錢了 超好吃的龍蝦大餐 龍蝦鮮嫩又多隻 雖然換算台幣要一千多元 還是值得推薦給大家 也換算台幣要一千多元 我們來了 手機放過